HELLO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帶各位來摘這個燈籠果黃金梅 那前一陣子喔那個 電視上還有網路上喔 很風行這個燈籠果黃金梅 那這顆燈籠果黃金梅呢 長了很多 而且呢很多都已經成熟了 我們已經好久沒過來了齁 那你看我們隨便摘一顆來試試看 像這個黃金梅 黃金梅的話就是他那個外殼這個燈籠喔 越乾它裡面就越甜 我們拆看看 哇你看 喔有沒有很漂亮 有沒有很漂亮 有 要不要吃一顆看看 好 好 來 那個乾掉了地上撿的 裡面很多你看我再摘一顆 我來試看看 好久沒吃了 還不錯 還不錯 你要吃來自己摘 不然這顆給你來 這 來 謝謝老弟 我要摘一顆 它會長喔 它開始長的時候就 就長得不停 我摘這一顆 我摘這一顆 這個越乾越好啦 就是它的燈籠的部分越乾越好 你就可以摘來吃 哇 這顆稍微有 有蟲害 不過這邊沒有 我們試吃這一邊齁 好甜 果香很重 我覺得它很像市售的一種飲料 飲料 欸 對對對很像一種飲料 欸 我想不出來 我也想不出來什麼 就是有一種飲料的味道 一模一樣 飲料喔 不是飲料 好笑嗎 我覺得蠻好笑的 來這顆 好笑嗎 這顆 這顆蠻大顆的喔 喔喔 這顆你看喔 看喔 哇 喔喔 沒有蟲 哇 你看 比有大拇指還大 好多土 你看 這顆一定很好吃 誰啊 你吃看 來你再試試看 把它飲料的名稱講出來 欸很多欸 很久沒來摘了 很多欸 你看 你看 他地上摘的 地上摘的 這顆咧 我沒有地上摘 哇 這顆也不錯 這顆也不錯 什麼料 嗯 我也不會形容欸 反正就有果香 然後 酸酸甜甜的 為什麼都摘到這種的 你就是地上 地上撿的啦 還有嗎 還有一隻螞蟻 那你就是這個已經被螞蟻 你吃掉了 喔最近這個真的是吃不完 種一顆就好了 你如果不是要經濟販售的話 種一顆你就吃不完 種一顆你就吃不完 很多啊 這裡這裡這個這個 那我那個已經被蟲吃光了 底下這個啊 這個啊 這一顆 這顆 你看看 你摘一下看看 你要選那個 被蟲先吃了 被蟲先吃掉 被蟲先吃掉 蟲先吃了 不過這顆應該很甜 沒關係 這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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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顆喔 嘿 那顆乾了乾了乾了 沒用了 你看我就說 不是用撿的嗎 對啊 欸 很多欸 裡面這個 裡面這個 這顆 哇 超大超大 這一顆超大 這顆太屌了 超大超大 你吃看看 黃金美你看 燈籠果小小一顆就可以 全家都吃不完 真的不大顆耶 就這麼小而已耶 我們旁邊本來他長得很 很濃密 我們旁邊把它裁切掉了 不要讓他長太多 就讓他一蟲在這裡就好了 小孩子如果來這個園子 逛逛的話就有的吃 隨便摘隨便吃 OK喜歡的話 種一顆啦 我們之前有分享很多種子出去喔 後續如果 我們有在洗種子的話 再告訴各位 當然 你如果說哪個假日 有經過雲林 想要來自己取種子的話 我們在特地呢 來摘個一兩顆 讓你回去洗種子 還是讓你試吃看看 還不錯 很好吃 OK那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